我们说一些形容词 看看这个玄学 玄门到底重不重要 谈玄论庙 是我们 有些文化人 包括 道士 常会说的一些 其实老百姓也在 说聊天呢 我们说的天道 就是自然规律 它包含着地 那道 它表现出来 很多方面 其中比较细微 奥妙的 就是玄 所以说这些 我们看不见的 有的没的 还花里胡哨的 一方面感觉到好玩 另一方面 真的很重要 同时 它很神奇 那人间就是这些 除了人之外的呢 更多的 也都在其中 道讲 道心微微 人心微微 第一个微 是微小的 道 既有广大到 无边无际 就像这个太极 其大无内 其小 无外 小 又 细微到 我们看不见的 就叫小 它可以小了 更小 还是看不见 更是看不见 那当然 这时候就没有 更子了 反正你不注意的 它道 也无时无刻 都在变化 那可见 天道 能说它不重要吗 一直在变 但是呢 人 不会太注意 所以 人心 微微 等 人注意的时候 已经比较晚了 已经比较危险了 你再不抓紧调整 就很危险 那同时呢 人心 并非道心 你可以向道 你如果成道了 那你已经不是凡人 不是人了 那成什么 那即使身下 也要疏忽的收入 它也要受天道的 作用 也要杜绝之类的 那么 人不合道 那就危险了 因为道是最大的规律 你不随着它走 你早晚是要 受惩罚 你所左右的 只是一个地方的 小小的道而已 非常道 相对的道 那么自然阴阳 它就是这样变化 你出来 它就是阴阳 要不然你 叫阳阴 那阳 它就象征着 这种东西 它怎么会变呢 它就是自然规律 你反过来叫 就不合理 你反过来 硬要叫 那你 它也是 相反的意思 也叫道 再 琢磨一下 只是形容 这种东西 那这种东西 它自然会这样去运动 去这样做工规律 所以道是不变 无时无刻都在这样 那佛又讲 说 起心动念 在细微之处 是万法 万事万物 都是无心无相 都是由心而生 他们讲的 就违心论 所以 都由心而生 由心而灭 你虽然说 这个东西在这 你一闭上眼 你觉得它不重要 它就等同于没有 对你没有任何影响 有跟没有有什么区别 就是没有 那非理无失 这种东西 入不了我的理 那也可以 这样去解释 可以说 都在 其中 这就叫学 我们具体的输出运用 也是 六要化 出难之 上亿之 一开始 那个变化 才是本性 才是最重要 最细微之处 慢慢的 你不注意将来 就变了 到了最后 人才懂